一口袋出口的 這個時候吃口罩 一口罩一口罩 一口罩一口罩 日前普里圖書館 舉辦來去圖書館住一晚 體驗另類的生活 家長盼透過不同的方式學習 是很好的學習機會 小朋友他也沒有 沒有就是自己在外面 就是過夜的這種經驗 然後 然後就是 還有可以跟很多小朋友一起互動 我覺得這個機會很難得 希望讓他可以學習到 可以更獨立 然後 可以從這個活動 交到很多好朋友這樣 希望以後圖書館 能夠多多舉辦類似的活動 然後讓 父母可以陪小孩子 在暑假有 一個 特別的經驗 然後 一起共同成長這樣 那這裡有一個 一滴呢 他就轉過來 一滴呢 他就轉過來 一滴 就滴 要看著姐姐啊 透過圖書館的創新生活體驗 讓小朋友 從中看到不一樣的閱讀方式 學習獨立的生活 藉由活動達到學習目的 圖書館有這樣的活動 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好的機會 讓這些小朋友 可以 做一個體驗 那國小的小朋友 那他很難得可以有這樣的機會 然後來外面住一晚 然後讓學生呢 讓小孩子去成長 然後可以有 學習獨立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在一個安全的環境裡面呢 家長就可以很放心的 讓小朋友在這裡有這樣的一個體驗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來去圖書館住一晚活動 讓家長放心小朋友體驗不同的團體活動 副議長潘英全感謝圖書館的用心策劃 讓親子之間的感情更緊密 明日新聞馬燕達 普利採訪報導